卡爪流卡莉 卡莉除了技能痛 普攻也很痛 高冷却打技能 再利用密咒以及炎弱 发挥普攻形态 乐观面对失败 不管别人猜的多么快 瞄你瞄的多么帅 放平心态 失败一场并不会淘汰 下一场会是更好的未来 红色卡莉遇上红色夜叉 看看谁会先拿下看门红 没扭过她的勾被疯狂鞭打 你不救我出生天 对方集结稍稍快乐一点 我们就一直普攻 雷公没躲过致命伤害 刀兵进场 我先拿下马家 法阵再收齐尔 只是我还没买到一间攻击砖 你问为什么我能试杀 火焰母鸡啊 我前面拿这么多人头 我也需要去带动减节奏 放下法阵 立地开几大招 近距离贴身射食 我们都还是满血 也不用怕马家 马家带招逼退四人 躲开她的沉默效果 四人把她逼退 同下躲过萨尼 加一点E技能 加一点普攻 瞬移不要被黏住 把火力全开 跟随到火 翻炒到击杀就可以了 别小看这一半在墙里的法阵 让齐尔180度拐弯 把画面挡住 我还以为自己是个射手 输出全靠手 右键卡丽 是不能站在她的45度角 因为卡丽的45度脸最帅 很容易被锁定 会被摔死的 上路一塔被推掉 上路二塔被推掉 高地塔正在被进攻 开启大招 竟然不要被前面的萨尼挡住 可惜还是没有守住 只剩我跟爱丽丝 中路高地也是无能为力 虽然技能冷却很快 但总会有空窗期 炎路之爪能增强普攻 还能凭运气暴击 5秒定律 只要大部分敌人超市 5秒左右 都可以假设他们在做坏事 卡丽来冲锋陷阵 放个瑜技能 好快的剑 让残血的齐尔放不出大招 整阵打起来架 卡丽就不能冲锋了 法阵收下双杀 夜叉想偷家 只能选择先把人杀掉 他们是不会让你顺利回城的 相信卡丽能守住 一心一意先把萨尼处理掉 阻止凯撒 并且淫患4 从小地图看到 卡丽成功打跑夜叉 吃凯撒的机会就落在了我们队身上 再去把蓝BUFF也拿下 光束疯狂普攻 还带了两下暴击 这一波是致命的第一波 先用大招逼对对方的进攻 刀工虽然死了 但呂布在后面也切掉拉维尔 呂布也能安全回来 到这里其实就够了 呂布这里去找夜叉 有点把我也带上的意思 我不跟的话 呂布就肯定白死 逼得我只能跟 虽然最后是能把夜叉击杀 但家里就变得非常的危险 找个草丛马上回家 爱丽丝把最后一次超级兵击杀 下了波比又要进来 我花了漫长的8秒钟到家 一技能需要先放 因为大招会被打 我开启大招 齐尔在我身边飞来飞去 瞬移能用的时候 我马上用 还是被超远距离的普攻击杀 兵线有全部清掉 这一波艰难的守了下来 打完技能的齐尔也没有办法逃离 凌霜也只能再拖两秒 呂布太喜欢在外面打架了 对方没有那么傻一波跟你打到底的 他们就打拉扯 让超级兵进来给我们压力 所以逆风抬到外面打是打击 这里就是致命的最后一波了 对方天空巨龙都放下路 钟上铭线只是想淫移出去拉扯 然后再把三路破掉 三路被破是极度难翻版的 有卡芬妮在手下 我们可以先把中兵清了 再到下路集合 应对这一条天空巨龙的进攻 致命的点是在于 人都跑光了 三路又没兵线 第三路高地不能白给啊 换装备按交叉还没反应 我人都懵了 虽然还是买到了 也没有被击杀 在没有小兵进来的那一波架 大风尾步也倒下 新一波兵线进来了 直接主宝就被推平 我觉得没有兵线的那一刻 可以先来打掉天空巨龙 敌方也不会无兵线冲主宝 那也不会掉三路 也不会在外面打架打输 外方AVP积极对抗补偿星 虽然是失败了 但星星也没有掉 我也已经尽力了 你说我输了吗 对你最高的输出 最低的承受伤害 最高的参团率 我输了吗 我没输 卡爪刘卡丽 装备为 营有之缺 右光护斧 暴裂法杖 恶魔的微笑 蜜旧之刃 炎入之爪 混沌法杖 蜜盘之刃 磷霜宝珠 奥遇为 荒芜 精灵 玷污 魔人为 圣珠 圣绝 万君圣雷 魔言 鬼爪 听说点赞留言 排位会十一人胜 输了也有五成星 我是卡爪刘卡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